國慶日假期 大家應該都會趁機出去旅行 不過還是要再三提醒了 要注意做好防蚊措施 以免感染子卡病毒 話說新加坡的子卡疫情 是越來越嚴重了 因為到29號為止 當地的確診病例 已經從原來的41宗 飆升到56宗了 相信很多人也很擔心 我國會不會遭殃 畢竟我們離新加坡那麼近 而我國又做了哪一些的預防措施呢 我們馬上來了解 子卡疫情的最新進展 子卡病毒在全球肆虐 讓許多民眾心驚膽跳 而最近新加坡的子卡疫情 急速惡化 不但令新加坡成為全球 第58個爆發子卡疫情的國家 同時也敲響東南亞 子卡疫情的警鐘 泰國自今年以來 就已經有近百宗子卡感染病例 而柬埔寨 菲律賓和越南 也分別有7宗 5宗和3宗的姿卡病例 有專家警告 東南亞的姿卡病毒傳播 可能因為檢測不足 而出現大幅度漏爆的情況 雖然新加坡在發現子卡病例後 馬上採取大規模的滅聞行動 但是許多民眾還是相當擔心 而台灣也已經將新加坡的旅遊建議 調高到第二級 同時建議孕婦暫時不要前往新加坡 而澳洲和英國也向國人 發出旅遊提醒 我認為它有點擔心 因為它突然突然出現 我們突然有41個病例 所以我認為這是很嚴重的 我認為這步驟應該要取得 為了防止茲卡病毒越境傳播 我國已經在國內的所有國際機場 和新山關卡設置體溫檢測儀器 但是研究顯示 由於80%的感染者 並不會出現任何症狀 因此體溫檢測的效用並不大 再加上每天都有超過15萬人 往來新馬兩地 監控工作並不容易做到 因此我國衛生部也認為 茲卡進入我國的風險其實相當高 因此有從疫區回來的民眾 最好還是主動到醫院檢查 以策安全